下一個行程啊 明明記者會要結束了 賴清德重新站上講台 反鄧做三分之一的人 在歷史上曾經有聽過了 就是李登輝前總統 我不是李登輝前總統 柯文哲主席也不是蔣經國 他也不必以蔣經國自舉 柯文哲從來沒有以蔣經國自舉 賴清德做多少 這恐怕不是民眾關心的問題 賴清德罕見動怒 講到欲罷不能 其因是為了還原 柯文哲爆料 自己曾為深澳電廠登門拜訪 柯主席 我什麼時候登門拜訪 時間地點請他講清楚 柯文哲主席 我跟他緊緊見面了 這個兩次吧 他都公開轉述 而且轉述的內容不盡事實 想到柯文哲就有氣 賴清德也不給侯友宜好臉色 畢竟侯友宜日前才酸他 在同溫層取暖不敢辯論 我對氣候邊圈的問題 我並不是沒有準備辯論台上 我相信我可以很完整地跟國人報告 但實在是因為行程的關係嗎 侯市長過去面臨各種問題 他只有一句話 就是厚厚做事情 現在進入選舉任何的問題 他都罵我了 賴清德左批科又打猴 加碼再酸藍白河 演了很久了嘛 如果啦 在選舉的時候 合不合都這麼紛爭 大家想一想 假設啦 有一天執政了 那問題更大了 易改過往的文職彬彬 賴清德火力全開 進入一對一決戰模式 競選中